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追溯到皇帝时期 更为奇特的是 周族人从一开始 似乎就是一个特别善于农耕的部落 在戎敌与商王朝的双重压迫下 这个从西北高原风尘仆仆 先洗到今天陕西一带的部落 是怎样歼灭自己的对手 又是如何创造性地开创了新的王朝 在太史公笔下 忠实地记录了什么事件 使它成为中国古代史上确切纪念的开始 周人发源于中国西部一个古老的部落 他的始祖名气号称后继 因为善于农耕 他被地遥任命为农师 后人尊称其为农神 起初 后继的子孙带领周人 在渭水流域从事耕目 由于受到荣笛的挤压 周人只好不断迁徙 直至古宫胆赴 率族人迁居至周园 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祁山县才开始稳定下来 经过不断的积累和发展 周人开始以周为国民 但当时周还只是陈属于商的一个小方国 到古宫胆赴之子祭祿时期 周因为其余工作 注重内政管理 实力急剧膨胀 对商王朝的统治构成了威胁 商王太丁为了遏制周的发展 便找借口将激励斩杀 面对商王的步步紧逼 激励之子文王姬昌在位五十年间 忍辱负重 表面臣服商朝 暗地里却在积极进行着灭伤的准备 他重视发展农业生产 队内李贤夏氏广罗人才 百江上北军师 对外分化瓦解商朝的附庸 成功地调解了于瑞两国征田纠纷 使河东小国纷纷前来归附 在游了巩固的后方之后 姬昌率领周人渡过黄河 攻占了商朝在渭水中游的重要据点 崇 为了进一步扩充和巩固自己的势力 范围 姬昌又在风水西岸迎见封意 把政治中心迁于封 即今天的西安市西南 至此 文王已完成了对商都的前行包围 周人对商朝的进攻已经是如见在弦 就在周人历经图治去世代发之际 文王离开了人世 其儿子激发继位 史称周武王 武王继承复制 继续积极筹划灭伤大计 他一如既往的信任 并以重江上 由他负责军事 同时又任命其地周公弹卫辅佐 负责管理政务 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 周武王在继位九年后 抓住商周王统治分崩离析的有利时机 率师东进 展开了试探性的进攻 武王凭借雄厚的实力 和在诸侯之中的威信 率军队一路索向披靡 与河南梦京大会八百诸侯 但鉴于商朝实力依然强大 灭伤的时机尚不成熟 武王在会盟之后便主动撤军 就在梦京之会后的第二年 商朝因为咒的淫乱 而导致统治核心严重分裂 商周王彻底孤立 而此时商朝的主力 正在东方与东夷各族作战 伐咒时机已经成熟 周武王抓住这一历史契机 亲率大军在梦京会和各路诸侯 又联合西南地区和江汉流域的少数民族 灭伤的帷幕就此拉开 直到周人从梦京渡黄河 杀奔商都昭阁 商周王才意识到局势的严峻 此时商周王还幻想着能够力挽狂澜 但一切努力都为时已晚 在商都郊外木野的对战中 攻势邻里的周军 摧垮了商军的抵抗意志 而商军中饱受迫害的奴隶和战俘 则趁机倒戈相向 引导周军攻入昭戈 昼王仓皇逃回昭戈 被迫自焚于露台 商朝随之灭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战场上的硝烟已经退去 周人在赢得胜利的同时 已经由一个西部方国 一跃而成为天下的主宰 所有的土地和臣民 在名义上都归周王所有 但是武王伐咒 是在联合了许多部落 和少数民族势力的条件下 才顺利推翻商朝统治的 因此 在建立周朝的同时 就不能不承认这些民族或部落的存在 如何既能巩固周人的统治 又能安抚这些势力呢 周朝采取了 给予他们封号的策略 使他们在名义上成为周朝统治下的诸侯 此时 另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摆在了周人的面前 周人的发源地远在西方 要对东部新征服的地区进行有效的统治 周朝的统治中枢显得边长莫及 为此 周武王再将都城由封签到浩金 也就是今天的西安市 之后又决定在东方引进新的都城 地点就选在洛邑 即经河南洛阳 将其称为东都 此外 武王还将都城以外的土地和人民 分封给自己的亲属和功臣 让他们到各地去做诸侯 建立诸侯国 以此来镇守江土 护卫王室 分封的对象包括 同姓贵族和异姓贵族两类 通过分封 周天子确立了自己最高统治者的地位 诸侯成为周天子的臣属 同时 诸侯国内又可分封为清大夫和氏 他们都必须服从周天子的命令 并且朝建天子向天子纳贡 还要带兵 随从天子作战 分封加强了周朝 对中原周边地区的控制 而积性封国基本上都安排在周王朝管辖的中心或关键区域 以拱卫保护周王室的安全 对于殷商移民 周朝将他们肢解并分迁到各地 以此削弱敌对势力 正是这一系列封国安邦的措施 使一度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周王朝终于稳定下来 封邦建国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武装移民 在当时的条件下 这种方式是周朝的军事 政治 经济 文化的势力得以向外扩张 从而促进了各个部落间的相互交流 加速了华夏族的形成 因此 西州创立的分封制 是合乎当时的实际形势和历史趋势的 为了将各诸侯和臣民牢固地束缚在土地上 西州大力推行景田制这一土地国有制度 之所以称为景田 是因为当时的土地被道路和渠道分隔成若干的方块 形状 酷似锦子 景田为周王所有 在分封和实际的生产过程中 由周王分配给庶民使用 领主不得买卖和转让景田 还要为王室上交一定的共赋 但是 在各诸侯实际的管理之中 出于个人的利益需求 他们常常擅自割让或交换土地 国有的土地渐渐变为私有财产 同时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 人们不断开垦新的土地 私田的数量随之急剧增加 私田的出现 动摇了以景田制为基础的土地公有制 使分封制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 但它却极大的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在那个以农耕为根本的社会 农业的高度发展促进了手工行业的进步 尤其是青铜工艺更是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 除王室控制的青铜作坊外 诸侯国也都有自己的青铜作坊 青铜器产品的数量越来越多 不再像商朝那样以祭祀礼器为主 其用途几乎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农业和青铜业的发展带动了序幕 纺织、建筑、天文、地理等科学技术的进步 这些成果丰富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 造就了中国第一个盛世 随着经济的发展 原有的地域已经不能满足周朝贵族的需求 为了进一步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 西周从城王至穆王都处于向外扩张的时期 周王朝的疆域和人口随之不断的扩大 政治、经济、文化、空前繁荣 达到了周朝的鼎盛时期 但是到了昭王后期 他亲率大军南征伐楚 却因不得民心而惨遭失败 昭王也淹死在了汗水 至此周朝也丧失了开拓进去的魄力 但是在周天子将视线转回国内之时 却因为急功近离而引发了一场载入史册的风波 周立王姬虎即位后 认为父亲在位时 对诸侯大夫过于宽和 决心以严酷的手段来震慑城下 从而树立周天子的权威 最终却使地方诸侯离心离德 周立王本人贪财好利 一个叫荣夷宫的臣子便唆使立王 对山林川泽的物产实行专利 即由天子直接控制 不准国人 即住在都城及附近的平民已知谋生 周立王听了很重疑 致大臣的规劝和平民的反对于不顾 毅然推行了专利政策 立王与民争利使国人无法谋生 以致怨生再道 对此立王采取高压政策 禁止国人平易朝政 甚至将许多不满专利的平民逮捕杀死 最终亲友熟人在路上相遇时 就只看上一眼不再说话 这就是后人所说的道路以目 大臣少公劝诫道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治理民众就要让国人畅所欲言 采纳其中好的建议 然而周立王仍是不以为然 一意孤行 公元前841年的一天 忍无可忍的国人 手持木棒 农具等武器发动武装暴动 从四面八方扑向王宫 周立王无奈 只好匆忙逃出都城 躲到了治 也就是现在的山西祸县 最后竟病死在那里 国人暴动 是我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 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武装暴动 在这场疾风咒语般的冲突中 立王的残暴统治被推翻 统治阶级第一次见识到了人民的力量 国人暴动以后 西州进入了一个没有君主 却稳定发展的特殊时期 史称共和行政 关于共和行政 历来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 立王被推翻后 共伯和便受到拥护 带行周天子的职务 另一种观点认为 国人暴动以后 贵族们推举周公和少公 暂时代理政事 史称周少共和或共和行政 无论哪一种说法 这一年都被称为共和元年 即公元前八百四十一年 它是中国由确切记忆年的开始 司马迁做的十二诸侯年表 就是从这一年开始的 十四年后 太子静在辅政大臣的扶植下顺利继位 西州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